现在我们来编写获取角度的方法 首先我们对矩阵进行decompose 获取到对应的数据 然后将弧度转化成角度 然后我们来实现设置角度的方法 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将角度转化成弧度 然后我们再recompose 然后我们来实现可以绕着某一个轴旋转的方法 首先我们获取到我们的轴 然后对它进行规范化 然后再进行判断它是不是需要老轴某一个中心点进行旋转 现在我们来实现某一个轴上面的旋转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loco来判断它是在局部空间进行旋转 还是在全局部空间进行旋转 如果是在局部空间进行旋转 那么它就是扰着它自身的轴进行旋转 那么我们就要获取到它自己的右方的方向旋转 如果是在全局部空间进行旋转 如果是在全局空间下面进行旋转 那么就让它扰着X轴旋转即可 同样 RotateY以及RotateZ都可以这样实现 然后我们来实现向量曲阵的乘法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决定一个Vector3D是不是一个向量 我们是通过W的分量来进行判断的 那么它们的实现方式其实就不同 最后我们来实现向量转换的方式 好 不错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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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就已经编写了我们的Vector3D,Matrix3D,以及对应的工具库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在UVD3D里面来测试一下我们编写的矩阵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进行计算 首先我们在这里创建一个猴子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测试的脚本 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我们所编写的Vector3D,Matrix3D,以及对应的工具库到底能不能够使用 在这里我们来简单的模拟一下RPG游戏里面的角色移动 首先我们定义我们的Matrix3D,然后定义我们的Vector3D,然后定义我们的Vector3D,然后定义一下我们的移动速度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Update的方法里面来实现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Update的方法里面来实现一下 首先判断一下玩家是不是按了前进的键 在这里我们就用W 这里我们用一个Front来表示它是不是在前进 如果它是在前进,那么它是唯一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工具库 然后来判断一下它是不是在后退 如果它是在后退 如果它是在后退 那我们就为F1 如果Front不等于0,那就说明它在前进或者后退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工具库对它进行移动 那么它朝前或者朝后移动,其实就是在Z轴上面移动 然后我们方向省意我们的移动速度 最后获取一下它移动之后的位置 然后设置到我们的小球里面去 然后现在来实现我们的左右移动 如果它是按了A键,那么我们就朝着左边移动 如果它是按的D键,那么我们就朝着右边移动 同样,左右移动其实就是在以横着X爪为移动 然后设置到我们的猴子上面去 现在我们再来编写我们的向左转和向右转的功能 同样我们用一个note的变量 来表示它是不是在左转或者右转 左转我们使用F键 左转我们使用F键 右转我们使用G键 然后进行判断一下 然后进行判断一下 然后进行判断一下我们旋转之后的角度 将它设置到我们的盒子上面去 我们使用的是欧拉脚,因此我们需要转换一下 欧拉脚有一个bug,就是它会造成万象死索 大家等会就看得到 然后我们要改向这里 这里应该是-1,因为它是朝着左转的 而这里应该是1,朝着右转 为了方便我们的观察 我们需要在UET3D场景里面放一个参照物 在这里我们建一个平面 然后将我们的相机放到盒子里面去 让我们的相机的角度变成我们现在的角度 然后我们来运行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它没有移动 检查一下我们的代码 这里的移动速度设置的为0 我们改一下我们的移动速度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看一下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盒子在进行移动 比如前后移动左右移动 那么我们再进行旋转一下 比如左转 右转 我们来改一下我们的移动速度 让它变慢一点 然后再来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盒子换成一个角色 那么现在我们做的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角色的移动 那么本期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收看 本期课程讲解的是向量和矩阵 向量和矩阵是我们在开发3D的时候 最基本的 也是最重要的 后面所有3D的内容 其实全都是建立在向量和矩阵的基础上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先讲到 向量和矩阵 在下一套课程里面 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渲染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可多一点 曲识